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80点 来到了17508点的位置 那虽然说算不上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走势 应该是出乎非常多人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说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 你看道琼跌了652点 然后费半纳斯达克 大概都下跌幅度都在接近2%的水准 但也因为这样子 事实上在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个行情应该会做出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但有时候行情的变化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 你如果单纯只照着 美国股市的前一天的表现 就来预估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的话 当然它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状况 那实际上比较精确的看法 除了美国股市要看之外 另外包括了日本跟韩国 事实上它的开盘都比我们开盘的时间来得早 大概早一个小时 所以在今天早上 事实上我在我的Telegram里面 包括我发给我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 我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原则上日本跟韩国 它是呈现这种所谓开高的 整体来讲应该没有大家想象中 来的这么样的一个恐慌 好但问如何呢 今天的一个股价在利空不跌的一个状况之下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你应该如何来做操作 这个当然其实跟接下来你对于行情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所以回到我们在昨天晚上 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指数的重点 基本上今天应该都还是一体试用了 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这一波回测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时我们有告诉大家原则上KD指标的K值 在昨天开始出现了翻扬向上的一个动作 那就扣底的角度来看 当时我们谈到嘛 因为KD指标的计算是以9天的高点跟低点来做一个计算 所以今天的高点叫做17986 就是来到这个位置 然后明天开始高点会快速的向下去做移动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概念是在于说 后续的一个行情只要这个所谓低点 没有再去做一个创新低的一个动作的话 原则上从礼拜三开始 它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助长的格局 那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台北股市它不跌 甚至还往上去做拉高非常重要的关键 不过来到这个位置 夏老师也要告诉各位原则上也不用太过兴奋 因为整体的指数应该会走的是一个区间 虽然说今天的一个行情算强势 但走区间的机会比较大 原因是在于整体成交量 所以昨天的一个成交量原本就是萎缩的 昨天在收盘之前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3128亿 然后最后一盘多了1000亿的成交量 这个是因为MSCI的一个关系 但正常量缩的格局 你要去攻越均线 原本它就不太容易一次去做越过 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讨论到的重点 所以回头过来看 今天的预估成交量是2787亿 这个当然也是属于 最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最低的一个成交量能 所以你看到 这个时候虽然说有稍稍去突破了 越均线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认为这个行情还是会在这个地方 去做反复的一个震荡整理 你如果整理到什么时候呢 要么我的成交量出现明显的一个扩增 要么我把这个1分以上的位置 去做站稳之后 运用整理的方式 慢慢把指数往上去做一个垫高 这个才会是接下来行情 它比较可能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你应该如何来做操作 这个就会回到我们之前在 行情在回档的时候 当时我们告诉大家的 原则上 如果你要发动另外一波攻势 或者你要去做撑盘的话 相对来讲主流应该会去做一点调整 因为毕竟低基齐的主流 它如果低基齐的这个大型股 它如果在一个相对低档的话 这个时候发挥防守的效果 相对它比较不会遇到 这么大的一个卖压 所以过去这几天 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就是 基本上你去聚焦比较强势 应该说整理过 然后最近开始出现转强的一些大型的全职股 相对来讲我觉得会比较有空间 而且在安全性上面也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说什么样的一个个股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如果说我们以今天的 这个台湾50的一个成分股来看的话 当然涨幅第一名跟第二名 都是连开头的嘛 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但你看到第一名是联发科 第二名就是联电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 当时跟大家所谈到联电的时候 或许大家会觉得 现在联电的股价感觉很牛皮很温吞 但事实上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当然也许会有一些中小型个股 涨的幅度比它还来的大 但是如果你就抗跌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这应该是最抗跌的大型股之一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一个股价它即将来挑战 这个波段的高点叫做66块1 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有机会再度发动公式的一个时间点 原因在哪边 原因在于说在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今天礼拜三嘛 还有三个交易日 跟联电的 不能讲规模最相近 但是能够跟联电做比价的 应该是来自于这家公司 叫677的利器店 那利器店要去做挂牌的一个动作 那当时我们也告诉大家 基本上你以获利的角度来看 利器店赚3.07元 然后联电是赚3.26元在前三季 然后如果说以这个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联电的价格是65块7 那利器店的价格是76块4 所以当然其中它具备有一定的一个 比价的一个空间存在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这个股价它突破箱形 第一次突破箱形对不对 在11月19号 然后后续的一个行情 其实出现了一个回挡的震荡整理 当然这段时间当中 其实整体行情的表现 其实也并不是来的这么样的一个理想 所以我刚刚也谈到 这家公司其实相对而言 它的一个股价是呈现比较抗跌的走势 好那一路到了11月29号 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它是破季线之后 向上去做一个收缴 然后一路到昨天的一个股价 往上攻高 最高点来到65块2 然后股价在尾盘的时候 往下去做压低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在正常的一个架构之下 它的价格其实在昨天 不应该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涨幅的收斂 但是因为MSCI季度调整的一个关系 所以造成它昨天的一个股价去做压回 那我想今天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也算是还它公道了 因为昨天是因为MSCI季度的调整 那事实上包括了美国股市的修正 在昨天也都做反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是推动今天股价 往上涨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基本上你应该大概买在 除非你真的刚好买在66块1 这个高点的价格 要不然你不论买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应该都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状态 而且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不是中小型个股 这不是一天成交上几千张的一个股票 它是到目前为止成交上来到16万张的股票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说全球股市出现回档 台北股市出现回档 但是这个个股 第一个你想买多少 你都买得到 对不对 因为它的一个张数是足够 你去建立你的一个部位 今天你要买10张 你要买50张 你要买100张 基本上你都可以买到 你想要的一个部位 对不对 然后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相信对于 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来讲 其实都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态势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搭配上说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 如果你就产业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要启动新一波的一个长约涨价 那当然这个我在昨天其实我也跟大家谈到 我们不是拿媒体的消息来跟大家讲 就是拿媒体报道的新闻 然后跟你说这是基本面的利多 这个不叫做分析 这不叫研究 但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其实在这一则讯息出来之前 事实上我们就已经有先跟大家谈到 我认为第一季 连电整体的一个报价还会再涨10% 这是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谈到的 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印证我们的看法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从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其实最高点是来到72块 那如果说股价反映的是未来的基本面 我们强调一个概念就是 未来的基本面的一个反映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明年的报价做调涨 事实上它今年不是在 不是在第一季就做调涨 它是在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 它才去上调它的一个 晶圆代工的一个报价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年就从第一季开始去做调涨 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之上 再加了大概10%左右的一个涨幅 你大概可以预期它今年的一个获利 应该能够呈现显著的一个上升 对不对 好那即便跟今年差不多啦 一定是不会啦 但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即便跟今年差不多 应该也有快接近4块钱的空间嘛 以目前的一个股价来看 本一比也不过就是十几倍 那大盘应该这样讲就是 交易所所公布的一个资料 半导体的本一比要到23倍 那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这样的一个本一比它是不是属于偏低的一个格局 所以后续的一个股价其实大家可以关注的重点是在于说 它一旦突破了这个平台整理区 这是从11月份到12月份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整理平台 会不会是下一波攻势的一个发动 所以或许大家会觉得 台湾个股好像比较牛皮一点 但有时候大牛也会飞天 大家可能要稍微去留意一下它后续的一个股价发展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昨天我有跟大家谈到的另外一个重点 当然是在于说 因为联电之前跟美光有关思 所以那时候我也讲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后来的这个所谓的赔偿金额这件事情 它如果可以淡化的话 当然对于联电来讲是一件好事 但除此之外 对于记忆体来讲 后来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也觉得它也是属于一个有机会利空出境 然后有机会反映未来报价 直稳跟反弹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 所以同样的概念 你看今天台湾50涨的123456到第六名 前三档前两档 当然联发科股价比较高 那联电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另外的一个电子股就是2408的南亚科 对不对 所以在昨天我事实上我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以记忆体这个族群来看 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讲了嘛 就是你这时候如果去翻媒体的报导的话 大概都是告诉你说 第四季的记忆体的报价还会持续做修整 但说真的啦 今天都12月1号了 第四季再怎么反映 也不过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股价反映的是什么 股价反映的是未来啊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昨天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对不对 好但是这个其实一样 是因为MSCI季度调整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今天的一个价格 几乎来挑战昨天的一个高点 这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你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这会是一个换手成功再攻击的一个讯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 大家如果说有去留意这个投信的买超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从11月22号之后 一路到昨天11月30号 投信每天针对南亚科 都是站在了一个买超的方向 很简单嘛 因为它在看的是明年第一季 整体记忆体的一个产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记忆体的产业简单来说 我们刚刚谈到之前的报价 当然是不断的向下去做一个修正 但是来到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明年的三大厂 包括了三星 包括了SK海力士 包括了美光 他们其实都没有要去扩充产了 所以最坏的状况 或者说是报价跌最凶的时刻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它已经过去了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投信会呈现比较记忆性的买超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续关注的重点 当然我们可以去关注 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谈到的都是 大型个股当中涨幅最凶的 几档电子类股 而且这个都是我们之前提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概念是说 我如果能够突破这个高点的话 那换手成功往上攻击 它应该能够来挑战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带 当然这个我在昨天 我的讯息里面 其实我都跟我的会友朋友先去做交代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做一档个股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先评估 我们认为它有机会来挑战的范围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按照你的计划 跟你的那个步骤一步步来做实现 对不对 好所以南辣克今天的股价往上去做走高 我想来到这个位置后续 大家可以去关注整个记忆体的一个 报价的一个表现 那包括像是2344的滑邦电 滑邦电的一个部分 它也是这一波行情投信从11月8号开始 沿路买上来 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在昨天事实上我也跟大家谈到 过去如果你看我的节目比较久的 基本上我没有所谓的对个股的喜好 或者是说一定要这两个股一定要什么偏多或偏工作 因为这两个股之前我们有做过避险空单对不对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后续股价跌下来 那这一波行情涨上来其实我们也是照样偏多操作 所以这个其实是顺着趋势的一个方向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说明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在这波行情里面 包括我们之前在做面板类鼓也好 包括我们之前在做航运类鼓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有机会我想我们就去找这个切入的买点 带大家去做一个切入 但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说 我们不是拿今天涨幅比较大的大型类鼓来跟大家做分析 我们跟大家所谈的都是我会员手上的一个持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们做的动作我们做的节目 我们最主要诉求的是实在在的一个操作 那没有做的没有讲的没有做的或者是说 不是我们这个手上会员的持股 我们通常除非是指标性的个股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讯号 我们才会跟大家谈到 但其他的我们通常不会跟大家讲 对不对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我们跟大家所谈的 不论说是盘中的状况 或者是我们操作的状况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用有疑虑 都是100%的一个真实操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认同夏老师的一个理念 那到了12月 你也想至少帮今年 至少在过年之前 不敢讲说能够反败 把那个前面11个月份操作不顺的全部补回来 但至少你在过年之前帮自己先创造一点过年的一个红包 如果说你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的 我们就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跟大家谈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族群 值得大家做特别追踪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对解析 陈东斗铺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习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5-868 5-868 5-8-6-8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一样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00点 来到了17527点 大致上跟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拉抬了接近快20点左右的一个差距 那原则上我们刚刚有谈到今天的一个行情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整体的成交量2791亿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但今天有一个特殊的状况 就是昨天是MSDI的记录调整 那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周选的结算日 好所以它有没有可能因为周选的关系去拉尾盘 这个是有它的一个条件存在 但无论如何 短线上面的行情它不会影响到趋势 所以你要记得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时候月均线要过至少你要有月均量 要不然你就是要在月均线以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点 大家可能一样 原本手上比较弱势的个股该调整还是要做调整 那方向上面我想我们还是会维持那种 比较经过整理过的然后大型的个股 或者是比较整理过之后相对比较低一期的一个族群 所以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晶圆代工 然后记忆体 那当然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我想我们另外的一个股价涨势很强势 应该是在于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原则上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价格其实在这个价格带 在应该说这个突破第一天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突破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 当然我知道现阶段其实市场当中 会有很多人开始跟你谈凯美这样子的一个股价走势 那原因嘛很简单嘛 因为股价涨上来之后当然讲的人就会多 好不过我今天我要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原则上这档个股我们应该看状况 今天有可能会调节掉 稍后我跟大家讲原因在哪边 11月19号这个是前面的一个股价走势的过程 那当然到了24号股价就往上攻到一个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25号获利调节一半是在114块嘛 这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谈到 然后26号股价往上收高 29号回测五日线之后收脚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强势的一个表现 一路到昨天创下123块半的新高 但开高走低 好但我们那时候跟大家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会去看五日移动均线 它有没有出现跌破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做续报的动作 所以我说我们看状况嘛 但是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后续的一个表现 就是那个翁董 这是凯美的这个董事长翁启胜 他有申报要做转让嘛 那持股上面其实不是那么多啦 但是无论如何 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这个讯息在股价涨多的时候 即便张数少 他可能也会对于市场的信心上面会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我们就照纪律做啦 就是他如果有破五日线我们就出 如果没有就先做续报的一个操作 那这一波的一个行情股价涨上来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啦 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说股价涨上来之后才跟大家谈 事实上大家去看我们每天的在YouTube的节目 不论说是运动财经的YouTube或者是我自己的YouTube 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当天讲的股票名字写在后面对不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凯美我们的确是从11月17号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 那沿路股价涨上来我相信会员朋友都在看啦 这个不能够造假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里到这里应该有大概两成左右的幅度 或许你可以看到很多投顾老师的绩效更好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 这都是你扎扎实实你会看到的 他不是空口说白话 不是说涨上来之后才跟你讲 或者是有盖贴纸立可白 我们都没有在做这种事情 我们用电脑吧 也不太可能说用什么贴在上面就看不到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啦 这个东西都是给大家公开去做一个验证 那包括8163的达方 这个是被动元件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国具 那除了国具之外 国具凯美是我们最早做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较着重在8163的达方上面 因为这个其实跟新股挂牌也有关系 因为6792的永夜会在下个礼拜三 12月8号就是晚利基店大概两天挂牌 那当然不是请大家去买永夜啦 我要讲的概念是说 这是一个母瓶子贵的题材啦 所以股价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你看他也是表态红K之后的强势整理 如果突破当然就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因此我们是要跟投资朋友讲就是说 很多时候你盘中再来看 可能你第一时间没有切入 后面如果股价第一时间没有涨 大家可能会看起来怕怕的 但无论如何 我想我们都跟大家所谈到的 都是我们的操作 那大家其实也都应该有看在眼里 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这种公开验证的是 投资朋友你觉得可以认同的 那你也觉得夏老师这段时间当中 操作的理念是大家可以去做认同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1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e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 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你以为是糖果